在上一篇诗篇中,耶和华应允了大威王的情愿 大威因耶和华的大能和救恩欣喜欢腾 耶和华应许他一切心理所愿 因他的慈爱,凡心靠耶和华的必不摇动 从末世论的观点来看 耶和华会寻找他一切仇敌 在他面前,他们就像在一个火炉中 耶和华要发怒吞灭他们 火要烧尽他们 他们的后裔将被灭绝 他们的邪恶计划不会得逞 此外,耶和华必攻击他们,使他们逃跑 这首诗以松赞作为结束 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 让我们唱诗歌颂他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一篇 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 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和其大 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 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 你以美福迎接他 把金金的冠冕带在他头上 他向你求受 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 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 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 你使他有洪福,直到永远 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 你的首要说出你的一切仇敌 你的右手要说出那些恨你的人 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 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 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 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 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 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 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 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 向他们的脸搭剑再现 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 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和华至高的神啊 你已知是我们的力量和拯救 主耶稣,我们的义人 你被遗弃在十字架上 然而,你的灵得到了满足 因为你使所有相信你救恩的人都成为义人 你将战胜所有的敌人 无论是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 教导我们为敌人祷告 使他们可以悔改并且得救 因为你的怒气甚大 当我们满足以信仰时 请赐你坚定的爱于我们 让我们歌唱赞美 至高的神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